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攻剑的演练 俄罗斯扮演攻潜的演练 可以说我们来自中国军方的消息也披露说 中国的潜艇这次出动的是升级版本最新的 水下很好的进行和隐形能力的攻击型的潜艇 几方军潜艇战斗力的跃升 同时美国出动了所有的信号收集的飞机 在黄海附近收集中俄军演的所有的信号进行分析 今天我们来听听来自美国台湾和香港重点的分析 同时留意另外一个消息 保险有情报周有可能两周之内展开最新一次的 也是首次的武器级别的核试验 中国透过了中朝这件管道 已经向朝鲜发出了严重的警告 到底情况怎么样呢 今天会分析 还留意一下美国刚刚有一个最新的秘密的试验 应该说是试验最新的武器 演练的是在中国的所有的防御的导弹 以及防空导弹的打击范围之外 美国用最新的武器来摧毁中国的防空导弹阵地 而这次演习是成功的 今天会独家的分析 还有一个消息 黄海最近除了演习以外 南海也备受关注 南海最新的乱局势 台湾驻守的太平岛被越南多次的逼近 还开枪 台湾虽然否认台军开枪 但台湾确实提升了战备 同时大量的装备 源源不断运到太平岛 展开战备的演练 另外呢 日本又要说派出自卫队驻扎到菲律宾 日本要强势介入到南海 今天都会附近 不过首先看看成就最新军情谍报 美的中央空调特约之 军情观察室 由节能环保 美的中央空调 赞助播出 现在最新的军事消息 根据香港今天的明报等多交报纸 都有显著的版面来报道 引述路透社的军事情报消息说 朝鲜有可能从今天开始 两周之内展开朝鲜所谓第三次的核武试验 也是最新一次的核试验 朝鲜前两次的核试验 进行的都是所谓低级别的 所谓不元素的核试验 这次将是朝鲜最新一次 也是首次以所谓武器级别的 油元素展开的核试验 因此各方是大为的紧张 现在各种情报消息 包括来自美国 日本韩国 包括俄罗斯和中国方向的情报来源消息 都不断的确认 朝鲜正在秘密的展开 最新一轮的核武试验的最新的准备 有可能两周之内展开核武试验 而且美国分析说 朝鲜虽然上次卫星发射失败 但是无损于金正恩的权威 和他的领导力 金正恩强烈的提出 仍然要以新的军事动作来给各方压力 而且最近我们注意到朝鲜国内 对于李明国和韩国政府发出的 所谓最严厉的警告 会有最严厉的打击 所以不排除近期 会以所谓武器级别首次的核试验 来展示震慑力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 目前朝鲜正加紧核武相关的所有的准备 另一方面 美国的分析情报还提到 前两次朝鲜的低级别的核试验当中 数据已经过时了 所以美国认为朝鲜有必要 这次可能自己的油元素的武器级别的核试验 来提炼出最新的核武的技术 有可能以后能放在长城导弹上 对周边都形成了新的威胁 朝鲜的核武试验一旦进行了之后 将有大量的污染和大量的一些东西 有可能会飘到周边国家 日本韩国甚至中国的周边 所以应该大为的注意安全 另外一个最新的情况也提到 朝鲜这些动作引起周边的强烈反弹以外 美国最新宣布成立国防部的 所谓国防秘密行动局 重点收集相关的情报 特别指明针对朝鲜 中国和伊朗未来发展的情报 而这个美国官部最新的秘密行动情报局 大约增加了几百名国际的这种军事特工 要潜入各个国家和收集各个国家 指明针对中国朝鲜和伊朗的 另外有一个报道 引起我们注意的是 最新的汉河防务评论杂志当中特别提到 朝鲜的最新这次发射卫星和长城导弹 未来的发射场 所谓东昌里的发射场 实际上选择了非常靠近中国大陆 以这个边境来设立是朝鲜的一个刻意的行为 美国的发现的这次朝鲜发现火箭的 这个东昌里火箭中心 实际上就是一个长城导弹的发射中心 那么发射完火箭之后 美国也发现在他周边储存有所谓朝鲜最新的 导弹的储存和检验库 而目前大约还有两枚的导弹是放在那里的 所以说未来朝鲜以东昌里 作为他最新的长城导弹的发射中心 朝鲜以往的发射中心放在无水端里 是在朝鲜的西北部 这个无水端里发射当时的导弹被称为无水端里导弹 但朝鲜现在建设的更大型的导弹发射中心 放在紧邻中国边境有多近呢 离中国边境只有46公里 而且这个东昌里发射中心 离中国重要的城市丹东只有58公里 那么根据这个推算的话 一旦发射火箭或者导弹的话 如果失去控制 19.8秒将要落到中国大陆的境内 因此朝鲜这个动作对中国来说 是有一定上安全的威胁的 朝鲜为什么选择东昌里这么临近中国的地方来设立这个导弹 或者火箭的发射中心呢 很重要的一点美国分析有两点 第一是警告美韩不要轻取妄动 不要试图来轰炸或者摧毁朝鲜这个大型的导弹发射中心 因为一旦误炸或者偏离的话 就会威胁到中国 这样每日呢 美国韩国也不敢轻取妄动 另一方面朝鲜故意放在 切近中国的地方呢 是希望一旦朝鲜在半岛发生战争的话 能够迅速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 把中国拉入战端 形成中朝的同盟啊 这朝鲜的一些盘算 另外呢 特别提到中美俄日 实际上现在对于朝鲜的导弹是高度关注的 最新情报显示 监测雷达在这个区内增加了两倍 同时在海上 黄海和日本海周边的地方呢 监测导弹的相关的 像美国日本相关的 海上的导弹的导弹 监测船只增加了大约20艘 而这些导弹船说是针对朝鲜 但朝鲜的一年也发射不了几颗导弹 重点针对的是 一年将有30次左右导弹发射的 中国大陆的导弹部队 对于中国是新的危险 看看全球其他军艇的报 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 中国大陆解放军首架垂直起降的战斗机 歼18 上个月在内蒙古解放军秘密的军事基地 顺利的是非 而之前有情报说 中国军方高层对解放军之前研发的歼15战机 简单的怀眼起飞不太满意 认为无论是航程还是载弹量都大大受限 因而解放军军决定研发新的第四代垂直起降的战机 歼18 情报显示解放军秘密是非的歼18战机 拥有超音速的悬航能力 可以按照任务的不同 分为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模式 美国的防务新闻周刊报道说 解放军这款歼18战机有隐形性能 而且有内置的武器枪 比美军最先进的F22战机还要先进一切 美国的五角大楼感到紧张 军汉核防务评论报道说 在今年通过卫星侦察图片发现 一艘解放军的094战略核潜艇 和一艘093的核攻击潜艇 分别出现在解放军三亚亚龙湾的基地 侦察为此发现 解放军在三亚的这个核潜艇基地 增加了水道 这是08年以来第二次发现了解放军094战略核潜艇 停靠在三亚亚龙湾 报道说这次发现了解放军的094战略核潜艇的尾舵 安装了收放式的声纳 显示利用北部湾和南中国海的水深加大美国潜艇探测系统侦测的难度 情报分析说一旦开战 解放军用两艘093的核攻击潜艇 四艘的基诺级常规潜艇 形成了两层的封锁 防止美国和越南的潜艇进入北部湾 同时确保解放军的094在北部湾实施核导弹的反攻和发射 这样就可以保证解放军094战略核潜艇 以巨浪二型的导弹在北部湾沿海 就可以打击到世界上主要城市的战略目标 军韩国朝鲜日报报道 韩国军方首次公开表示 韩国自制的巡航导弹 旋舞3巡航导弹试验成功 最大射程1500公里 可以精确打击朝鲜全境的核设施 和朝鲜所有的导弹基地和主要的战略设施 报道说韩国研发了最新的巡航导弹 旋舞3型 子母弹可以摧毁几十个足球场面积的目标 而且这种最新的韩国的旋舞3型的巡航导弹 可以以地形匹配红外制导 精确度达到三米 比美国的战斧导弹更加高 而且对中国大陆的东北地区 北京天津地区都能有效精确的打击 另外美国国防部长潘里塔公开说 朝鲜最新的阅兵当中展示的长程导弹 16轮的新型的导弹运输车 是获得中国的技术援助 而朝鲜的长程导弹 有了这种中国提供的移动的车辆 可以提高朝鲜导弹的生存能力和机动攻击力 美国指责朝鲜获得了中国俄罗斯 伊朗方向的长程导弹技术 不过中国反驳 据台湾自由社报道 美国已经通过要向台湾 即将要出售美国最先进的现役的四艘 佩里吉的巡航舰 取代台湾正在服役的老旧的美式的巡航舰 情报显示美军现在也有20多艘的佩里吉的巡航舰在服役 台湾要求买到的这四艘 是属于第二批升级的产品 可以搭载反潜直升机 而且台湾军方也要求美国在出售这四架舰的时候 要保留舰上的相关的阵列深大 使到台湾军方新获得的四艘美国的军方舰 具有更加强大的反潜的能力 可以有效的加强对于中国大陆解放军海军潜艇的反潜攻击作战能力 据美国连线军事杂志报道 4月份美国空军展开了代号为尖柄行动的最新的军事演习 对新型的远程打击部队展开了首次的测试 美国空军这次演习出动了F22隐形的猛轻战机 摧毁了假想敌 第一军主要是解放军的雷达和防空导弹 同时美军以轰炸机发射了防区外精确制导炸弹 美国在十几年前就秘密的准备针对中国的所谓全面战争的战法 这次得到了应验 美国空军在4月份这次最新的演习当中轰炸机部队在关岛是轮流驻防了 以便演练在最短时间内可以飞往中国攻击 美国说因为中国大陆解放军突破的提升了解放军的防空导弹 防空了战斗地 为了确保美军的红炸机可以顺利的突破解放军的防空网络 美军会拍出升级之后的F22隐形